初阶上回,侯二侠侯杰,要杰果十四皇子允骑的性命,那允骑跑不了,被张望几个人笔住,那剑拽不出来,不就请等挨侯二侠这双绝吗? 可是就听着,不大难,一趟邪光,哎呀,原来是白乌双在旁边,把乌龙剑亮出来,上前一步用宝剑一接双绝,他这宝剑太好了,削铜铁如泥,把二侠双绝给削断了,现在白乌双就脑袋一发热,他到底是怎么往前上的步, 怎么削断豪尔侠双绝,又伤着的豪尔侠,都没有大感觉,那就是电光火石一刹那的事情,这也是白乌双和十四皇子允骑是依乃通胞,他们是弟兄啊,要说达岸虎亲兄弟上阵四次兵,此话确实有理,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, 接着白乌双往旁边一跨步,到了哈佛陀跟前,用脚尖一蹬,把哈佛陀被封的穴道给踹开,他大叫一声,你快保着十四岁云骑走,哈佛陀好没犹豫,越过着桌面,用手一拉,把云骑就拽起来了,在二楼之上飞跃,落在长街的地上, 侯二侠一惊飞跃,他万万没想到,白乌双能给他他们一下子,可是现在他顾不上白乌双,把手中大喇嚼头往地上一扔,顺着窗户也跳大街上去, 昏轮搜五云飞,鱼化龙,张望等人,也随之而出,白乌双愣正了半天,也赶紧跳出去, 后二侠他们,追隐踢,一直追在城外,最后追没有了, 二侠气得直多久,回头一瞧,白乌双跟上来, 只见白乌双一辽一惊,给二侠跪下, 二伯父,小侄,我只是不想让你杀允其, 可是我不知道这件怎么就过去,还把您给伤着了, 小侄,罪该万死,您打我,骂我都应该,您触罚我吧, 二侠一伸手把他脖领子带住,把他拉起来, 现在二侠跟疯了似的, 兔崽子,你知不知道,我大哥侯情侯志远,就被雍正皇上给要死的, 当时一起死了多少天下,你知不知道盐一村,被他们害死多少人, 就他满清这些皇家子弟,各个该杀,可是你, 胳膊肘向外宽驾炮往里呼,就因为那允其帮你斗过四雄, 你就中间不变,你竟敢帮着他伤了我,我要你的命, 侯二侠一抬手,这掌就压向了白乌霜的顶量, 白乌霜八眼一闭,眼泪扑鼠鼠往下躺, 也不寒也不躲,情等的挨着一下子, 可是五云飞过来,把二侠给拉住了, 哎呀二哥,你听我说,你先别打他,我听你说什么, 二哥,毕竟白乌霜是海川的义子, 就即使他有罪,应该废掉, 咱们也应该啊,把他带到海川的跟前, 然后组织,这么杀他, 以后海川不知真相,再挑咱们的理就不好了, 您看我这话对不对呢, 他这个,这好二侠, 也就是冲铜林那面, 不然的话,现在立刻就得结果白乌霜, 白乌霜心想, 二侠克,二伯父, 你们还不知道我呀, 我就是康熙皇帝的第二十子, 看你这样恨爱心举罗家, 如果你要知道我真正的身份, 或许立刻也就得把我给杀掉, 咱们简短结束, 侯二侠等人带着白乌霜, 离开湖北, 取路, 奔广东, 直接到青云山, 他们上的山来一看, 哎, 前面有一座小庙, 这就是同龄出家的庙宇, 叫慈天寺, 也不分什么大殿了, 里边啊, 就是前后两趟房, 一叫庙门, 出了个老和尚, 七不失岁了, 老子直吊渣啊, 下坑那肉啊, 只往下搭了, 这老和尚就是给同龄, 落发未僧的了物禅师, 他一看二侠他们, 各位, 你们来到这儿, 是找了空的吧, 这老和尚一看, 二侠等人都拿着家伙呢, 都练家子, 就知道是找同龄的, 同龄法号叫了空啊, 二侠点点头, 老高僧, 我们要见同龄, 等着啊, 时间不大, 同龄出了, 同龄穿着一身僧袍, 在同龄身背后, 还跟着天下第一边老家王尸骨, 还有女剑客于秀娘, 你看同龄在这儿出家, 夫人余秀娘也跟来, 这倒不是说余秀娘啊, 跑这儿跟同龄啊, 过日子来了, 人家毕竟是庙, 但是因为同龄曾经挨蓝骨一脚, 气得有内伤, 始终有病根美好, 身体很虚弱, 余秀娘惦念他, 这才来的庙中啊, 伺候他, 王尸骨在家没什么事, 也到这儿看同龄, 还有十几位剑侠, 正好碰在一起, 同龄过来给二下示礼, 大家见过, 进庙宇在荷布这条房, 进了禅堂, 同龄刚客气, 让二下要坐下, 二下没做一转身, 我说海川, 你可收得好意思, 就这一句话, 把白无双说过一些了, 同龄也愣那儿, 二哥, 无双怎么的了, 怎么的了, 他现在应该千刀万刮, 那都不及我心头之恨,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, 他帮着允提, 你看看, 给我一剑, 我这剑伤刚封口, 这是我多的快, 要不然脑子不没了吗, 说着二侠气得呀, 那眼珠都又翻圆了, 啊, 同龄当时, 无火向上升, 你看别的事, 都好说, 说帮着十四皇子允提, 那不行, 他用手一指白无双, 你二伯父所说, 可有这些事, 义父, 是, 我帮了允提, 你真大胆, 听白无双这么一承认, 同龄三煞身暴跳, 无龄豪气飞骨, 青筋暴动, 气得发疯了, 同龄这些人, 都深受皇家之害的人, 因此提起黄金那些人, 这感情上就受不了, 那无名火就往上钻, 您想, 如果同龄要稳稳当当的, 以和气的问白无双, 或者把白无双拉到个别的地方去, 一人俩翻读一落, 或许白无双把自己的身世就告诉同龄了, 那么同龄也就可能考虑实际的情况, 就饶恕白无双的意思, 但同龄这一瞪眼, 吓得白无双就不敢说别的了, 同龄手指哆嗦, 白无双, 我收你的义子奔下, 培养你成一代豪侠, 为江湖人蒸蒸光露露脸, 以后能耐大了, 好能进宫行刺那豹军雍正皇帝, 可没想到, 你却帮了那十四子, 同龄往前一上步, 这手抬起来, 就往下按了, 老侠王十五, 那心就向上一踢, 王十五和这孩子还是有感情, 同龄收完义子就见到王十五, 在王十五家还住过一阵, 开始白无双要拜王十五为师, 这王老侠才是引进他任同龄为义父的, 一见要逞出白无双, 王老侠就受不了, 呼吸乱颤, 那么于秀娘对于这孩子也很偏爱, 他向前一跨步, 还穿呢, 我想白无双虽然有罪, 不过他几次在皇宫内院, 帮着大家和雲正对着干, 你跟我说过, 你头一次进宫赤雲正, 就是孩子帮着你, 三转两绕出了皇宫内院的, 没有他, 也没有咱们现在, 另外他还帮过很多县侠, 总能兼顾不过吧, 于秀娘这么一说, 王十五点头和二侠还有几位少侠呀, 都摇头, 没意思说什么也不能这么饶他, 东林塌了口气, 秀娘, 你别多说了, 白无双, 你站起来吧, 谢神义父不杀之恩, 白无双, 咱爷俩有缘, 结为父子, 可是既然你冒天下之大部位, 帮了允齐了, 那么咱们两个就得断绝父子关系, 以后你到外头, 不要说我同龄你是你的义父, 可我还希望你到江湖上要走的正行的端, 三条大路走中间, 情侠仗义除暴安良, 我还希望你能够成名于世, 说的这儿同龄很伤心, 一低头半手一摆, 好了, 你走吧, 走吧, 白无双的眼泪扑鼠鼠往下躺, 老人家, 我知道我不对了, 您不承认我这儿子也应该, 可是我的心里边绝不和您向远, 我不会忘了你的, 趴地下, 给同龄和于秀娘隔了三个响头, 然后站起身来与大家十个礼, 擦着眼泪往外就跑, 于秀娘跟着楚林, 乌双, 乌双, 白无双到庙门这儿停住了, 老人家, 于秀娘从怀里边掏出个包来, 椰在她手里边, 这是一些散碎的银两, 一看于秀娘这么疼自己, 白无双更受不了, 抱着于秀娘是大哭的几声, 转身往外来, 可是她一开庙门, 一脚门里, 一脚门外, 差点和外边这个人啊, 弄到一起, 就见外边那个人向前抢一步, 普通一下的跪地下了, 这可不是给谁下跪, 是实在站不住了, 跪些的, 手里边拿着一封信, 冲着白无双和于秀娘说, 童下个, 童下个, 信, 信, 说完这句话, 这位的身子一歪, 普通倒地下, 人事不知, 于秀娘一愣神, 看看白无双, 孩子, 你走吧, 以后咱们娘们, 还有见面之日, 白无双, 只好离开庙宇, 下山而走, 于秀娘赶紧把童笛他们叫出来, 大家一看, 倒在地下这个人, 三十多岁, 穿青挂躁, 累下还带一把刀, 看来也得挥两下子, 童笛先把信借过来, 然后, 几个小侠, 把这位扶着到庙里边, 放在床上, 往嘴里边给他倒了点水, 这位慢慢地环境过来, 王老霞给他耗外卖以后, 告诉童笛, 没什么事, 这位是跑脱了, 累了, 累的, 他有点饿了, 他没别的病, 童笛他们这才放心, 这位一醒过来, 眼睛往四下撒, 童笛哥, 童笛在哪里, 童笛向前垮步, 平丰就是童笛, 哎呀, 我给你磕头了, 你看看信吧, 你救命啊, 童笛一看, 这位情绪不稳定, 童笛又把他扶到床上, 这才把信打开, 童笛卡, 哎呀, 竟有此事, 信是这么写的, 童大侠台阶, 无耳再宽, 自幼于宝庚之女四娘定亲, 陷进官府暴虐, 压小儿于狱中, 不日即兴斩首, 本想相告宝中来救, 温知宝中, 以命丧荆珠, 求告乌方, 志书童笠, 销守其叛, 无而命弃童笠矣, 下不落款, 于沈文志, 叩首百拜, 年月日, 童笠一看这封信就明白了, 写信的人, 是沈文志, 这沈文志, 和吕宝东大贱可是亲家, 那就是说, 沈文志的儿子沈在宽, 和吕宝东的女儿吕四娘, 从小病了亲了, 现在沈在宽, 被祸刀勤, 压在官府衙门了, 这位沈文志先生了, 未救儿子, 没办法了, 这才派人来见同名求救, 那说,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, 原来, 吕四娘从小, 和沈在宽公子进心, 在家乡里成为美谈, 一呀, 是吕四娘出身名门, 祖父, 那是文雅居士, 吕刘良, 无论是武的是文的, 海内外皆知, 那么父亲吕宝东, 也是一位成为名的大贱客, 四娘长得又漂亮, 又精灵, 那么沈在宽呢, 十岁的时候住的秀才, 那是江浙一带有名的神童, 现在二十多岁了, 是名门南七省, 这不吗, 他们家住这地方, 文华府, 新来个知府, 叫钱正义, 这个钱的人呢, 上任以后就私下打听, 知道本地有这么个民事, 沈在宽, 虽说年轻, 说台高八斗, 学富五车, 人人有口皆悲, 这沈知府就为了标榜自己怎么重视人才, 喝了一百一桌酒宴, 把沈在宽就请来了, 见面挺客气, 沈在宽要给他磕头他也不让, 请到上座, 然后拔酒相谈, 也是沈在宽年轻, 没有成府, 他一见知府大人, 谈的是慷慨陈词, 从古道今这一说呀, 好像是推薪知府似的, 哎, 他也就把自己平时的抱负啊, 随着酒, 谈出来了, 从这雄平地谈到孙成宗, 再从孙成宗谈到童文焕, 就这三元大将, 那都是明末的国家的度量, 按现在清朝来说呀, 那都是罪臣, 可沈在宽队这三位, 是特别尊宗, 借着酒驾就付诗一首, 这诗啊, 是这么写的, 从容待死, 玉成王, 千古功臣, 自主张, 三百年来恩子久, 是头丝犹带满天香, 这一首小诗, 就赞颂这三位名将的, 他说从容待死玉成王, 说这些战将忠心报国, 把生死置之度外, 那说三百年来恩则久, 这大明朝三百来年呢, 说大明朝如果要没了的话, 自己就愿意和这个国家一起消亡, 也不能投降满清, 那就即使被那满清人把脑袋啊, 给削下来, 头丝犹带满天香, 就叼了脑袋, 那个头丝也有忠诚的那股香气, 可是就因为这首小诗啊, 惹下来他前大祸, 前正一看这首诗, 开始是一惊, 心想你小子在我这致服跟前去写反诗, 你也不抛把你压起来, 他又一琢磨, 大喜好, 他下令告诉差官, 先把沈再宽软禁, 然后他写了一道密折派人送到京师, 说在他的府上有个要发, 叫沈再宽, 妖言惑定, 因为他有些文才啊, 百姓们呢, 对他的话还都挺听, 就写了一首什么什么什么诗, 就把这首诗啊写上了, 说由于沈再宽, 这样一来, 江浙一带百姓都反义, 请万岁下旨敬夺, 你看, 他搞这一套这不妖功吗, 如果皇上真重视这事的话, 把沈再宽收拾了以后, 他这个顶子啊还能换换色, 他把那个密折送出去以后, 就等着皇上那么消气, 可是没过几天, 有差官报告给他, 说精灵来了四位御前士呗, 他赶紧接出来, 这四位一报名都姓蓝, 蓝勇蓝亮, 蓝龙蓝虎, 原来啊是蓝氏四雄, 那说这蓝氏四雄怎么跑到浙江荣华府来了, 原来这个诗本来想艳徒多拿白无双, 但是没有拿得住, 他们就觉得没法回去见师父, 见皇上交差, 这蓝友就出独意, 说那浙江一带, 是老吕家, 吕刘良, 吕宝东他们的乌儿, 咱们不妨到那走一趟, 就即使捉不住白无双或者独龄那些人, 咱们拿住几个同党, 也好回去请公, 哎, 搁起的一坪有道理, 就这样, 他们挟刺里就奔这门来了, 现在, 到了这知府衙门一报后, 把腰牌网出一亮, 知府前征义是毕恭毕敬, 把他们四位接进去, 带入少兵, 哎, 没过多少日子, 几乎由皇上下旨意, 派了一位御前大将军, 专门来料理沈再宽这个案子, 这御前大将军一报证, 问明了沈再宽前前后后这些事情, 然后下令, 把和沈再宽有关系的, 什么亲戚啊, 甚至朋友啊, 或者是过去, 在一个学堂里边念书的那个学词, 统统都抓起来, 因为皇上已经震怒, 说要严惩辞责, 审明此案, 就这一顿抓, 抓了一个来月, 同共抓起了一百五十多人, 甚至有的跟沈再宽不认识, 这次都滑了进来了,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事, 沈再宽的父亲, 才写求救信报之同名, 简短接说, 再过一夜, 第二天就要把沈再宽, 和那一百多人, 都压到菜市口开了问来, 可是就在这天夜里, 刚过二更的时候, 有一个人飞一身跃进了府衙, 抖身来到大厅之上, 经沟倒挂, 珍珠倒卷帘, 除一身往下观看, 那么说来的人是谁呀, 不是别人, 正是震霸方子宁, 关辖, 同名, 同海川, 先生因为找到了他们, 我们的那些个人中, 合设计ften丁照, 和那屏幕主想要 DOM, 感到大厅之外, ,